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首次公开 唐山打人者受审视频曝光 受害女孩终于露面 原来这才是真相 唐山烧烤店打人的事情最终查清楚了 距离事发差不多有80天了 但是这80天没有白等 8月29日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发布了 关于陈某志等涉嫌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案件 审查起诉情况的通报 通报有点长 还是给大家梳理一下 主要是五点 第一 打人的一伙九个人 除了没动手的两个人 起诉了七个 第二 这个恶势力团伙 共3000份罪证 28人被提起公诉 除了有这次的打人 还包括2012年以来 陈某志等长期纠集在一起 涉嫌以暴力威胁等手段 实施非法拘禁 聚众斗殴 开设赌场 等等超过11起犯罪的相关人员 第三 被害人王某某 刘某某构成轻伤二级 李某原某构成轻微伤 其中 李某原某经医院检查 无需留院治疗后自行离开 王某某刘某某 在普通病房住院接受治疗 于7月1日出院 第四 网船那条长11.6米 宽7.3米的小巷里发生性侵是谣言 其实还是殴打 从第一个犯罪嫌疑人陈某亮进入巷子 到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陈某郡走出巷子 殴打大约持续了1分41秒 至于从楼上被扔下 被汽车碾压等等这些 也全都是虚假信息 最后 共8名公职人员 因陈某制涉嫌恶势力组织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被采取留置措施 通报写的还是很详细的 和当初网上的各种线索也都对得上 比如通报里说 持椅子 酒瓶 击打 或拳打脚踢 在现场视频里 也能清楚看到这群人用凳子砸 用脚踹 往脸上扔酒瓶 狠狠踩女孩的脸 还有网上说 五人有前科 比如陈某制 在2019年终审判决书中 就显示一直处于刑拘再逃状态 还有一个团伙 更是犯下了非法拘禁他人 肇事逃逸等等大罪 包括搞赌场的消息 也都对得上 就想感叹一句 自从小花梅和上海中考五遍后 终于是学会写通报了 尤其是发布时间 这次选择在了白天 过去不知道是想减少影响 还是抢时间 我们看到的很多份都是半夜通告 但越是这样 舆论的情绪越大 最终结果是不尽人意 这次唐山能在风平浪静的光天化日下 发通报 就八个字 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不过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因为目前有几个凶手 还没有宣判和量刑 但就打人而言 构成寻浸滋事罪 陈某志等人可能将面临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考虑到社会影响和数罪并罚的规定 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 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 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做个猜测 陈某志等人最终很有可能要牢底坐穿 想起当初新闻报道陈某志的妻子说 我们比你们还着急 也想知道咋回事 网上传的那些都不属实 事情这么严重 你认为他们能知道啥 他们啥也不知道 就等着看通报吧 那么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现在通报来了 相信判决也不远了 希望能尽快地惩罚凶手吧 也希望其他事件都能照这个盘 照这个挖 虽然我们不会也不能 因为唐山的一个极端案件 就否定整个中国的治安环境 在我心里 中国仍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 没有之一 但当角落有一只蟑螂时 看不见的地方 大概率也真的有一堆蟑螂 就像在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 2012年以来 陈某志等长期纠集在一起 2012年开始到现在十年了 阳光看不到的角落 可以想象都是什么样的环境 所以不能因为发生概率极低 就这么过去 人们的安全感 也不应该只依靠 陌生人的行侠仗义和网络舆论推动 还是要来自于对法治的信任 去教女性一千种自保方法 也不如严惩一个坏人有效果 当然还有一个老问题 那四个女孩怎么样了 通报说是自行出院 很多人到今天还是不信 在评论区 还要求女孩和家属出来走两步 要看当事人的采访和他们的完整表述 毕竟在大家看来 被害的其中两名女子是7月1号出的院 事件的发生时间是6月10号 在医院整整住院了20天 肯定受伤不清 事实上 今天被害人之一的王某某 就对央视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 穿绿衣服男子就进来了 进来 然后咱不知道上吧台说的什么 完了 然后回来就摸我 然后我就不让 他就给我一电炮 然后在巷子里 好几个人殴打我们 打完说 告诉我们不许报警 不许找人 否则就弄死我们 然后就跑了 记者问 网上还有流传 你被车碾压 追着压 这个情况有吗 被害人王某某说 没有 其实我觉得 即便当事人不接受采访 也可以放心相信官方通报 保护伞都打掉了 受害者还有什么不敢通报的 关于轻伤的问题 我们之前也了解过 法律的轻伤 和我们一般认识的轻伤 是不同的 通俗来说 颅骨骨折 女性被切掉一侧胸部 都是轻伤二级 缺胳膊少腿 才算是重伤 所以轻伤真的不行 这跟住院几天 也没有关系 没有生命危险 就是没有生命危险 不用在这种细节上纠结 之前一直没有发生 除了因为案情 需要保护外 可能还是被害女生 自己也不愿意 接受采访吧 可能是没有走出 不想回忆这段痛苦的经历 也可能不想被网络 受到过多关注或者攻击 受害者因为接受采访 反被围攻的事还挺多的 前一段乔日娘的父母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都不能说是例子 而是教训了 当年儿子去世之后 老两口只是在网上分享生活 就被骂得狗血淋头 人都没了 还要消费他 你还吃得下 你儿子都死了 道德制高点吃高 让人难以想象 更难想象的是 五年前 他们的儿子乔任良 就是在无数键盘侠的 恶意抹黑下离开的 还有东行的事 在网上怀念 讲述死者的故事 就要被攻击 不说有人猜 说了又被刨根问底的骂 真的放过他们吧 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及隐私权 愿意现身讲述 我们愿意倾听 陪他一起走出阴影 如果只因为大家想看 就硬逼他们采访或者报道 那也是一种作恶呀 二十八人被提起公诉 十五名官员被查 某种意义上 我们今天真的是见证历史了 相信唐山烧烤案 会成为法治的一个风向标 让更多的人看到 正义 一定会得到社会和法律的支撑和肯定 同样 施暴的恶人 也要在法律之下 为此付出代价 也希望事情水落石出后 唐山和烧烤摊 别再被污名化了 想起前不久 湖北一个烧烤店发生打架案 很多人看新闻 就直接和唐山烧烤店的案子 联系在了一起 其实从动机说 这完全是两回事 可以理解潜意识的联想 但是真的不用认为烧烤店就不安全 凶手就都是唐山人 哪里都有好人 有坏人 归根结底 我们都是中国人 要时时刻刻抱在一起 城市没有错 出生在这里没有错 我们真正该谴责的 是那一小部分的恶 不能仅仅因为这些不好 糟糕的事情 就完全忽视城市美好的样子 也感谢这么多天来 一直和我们一起关注案件的人 希望这些真正关注 唐山被打女孩命运的热心市民们 都能得到善待 而不是删帖和网报 意思应该大家都懂 反正正义必有公道 公道自在人心 正如同样发生打人事件的 那个惠州夜宵店家属说的 希望大家能给他们一个公道 将坏人绳之以法 男的打女的 换成谁看到都会上前帮忙 伸出正义之手 如果以后真的没人管了 该怎么办 也恰如鲁迅那句 愿中国的青年都摆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当好人越来越多 坏人自然就会变少 当正义总能像今天一样得到回响 也就不会有谣言和黑恶的土壤 让我们相信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也就不会有谣言和黑恶的土壤 也就不会有谣言和黑恶的土壤